長輩們拿起來漁網 手眼並用編織體帶 每個步驟環節都要全程關注 手作老師親自示範 副事長邱佩玲 市議員呂美玲 產發處副處長蔡富寧 文官局副局長鄭穎欽 親自做環保備體代網 體驗早年漁村漁民生活 今天來這邊學習他們做傳統的 用漁網來編織成一些利用的東西 我覺得這很棒是說 現在我們很希望是環保 假設可以跟企業合作 用作送禮其實是非常好看的 對 師妹這個忙 但是剛開始做總是會靠自己 弄得不是很好 有一些不是很好 那這個比較緊 偷絲剝繭 要把那個線都在一起 要知道跟誰都在一起 所以他需要耐心 沒有做過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難了 怎麼做 就是我其實搞不太清楚現在哪 以前邊往的時候 做一尾石花袋 採石花袋 做網子 以前都是自己加工的 沒有請師傅的 以前比較清潔 以前人 偷愛人就是這樣 來到八斗子古老石措老屋 可以看到紅磚屋 即牆上用貝殼 本材料堆砌成的房子 不但冬暖夏涼 還有歷史軌跡 這些石頭呢 都是以前的 以前時代的珊瑚 然後呢中間的黏著呢 它其實就是靠這些砂石 你看這邊都有一個白色的貝殼 這些就是所謂的海砂 就是把它燒起來之後 可以做一些黏著 你看這個紋路都在 這是古老石 那整片牆壁的 都是我們的古老石措 那整個房子呢 其實它也是用古老石措 它架成的 以前都這樣貼貼的 像用石灰燒花燒古老 有的有香 都有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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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公啦 那個烏公啦 什麼都會在那裡 有蠻的 有蠻的 有蠻的蠻的 有蠻的蠻的 都在那裡牆壇 都在那裡牆壇的這個香 小卷季節嘛 從幾個開始 體驗完 用漁網編織環保提袋 中午用餐食客 社區利用漁港的時令 準備了風味菜 小卷透抽香酥扁魚三色蛋 滿滿的一盤八豆子海味 讓秋佩玲 呂美玲吃得津津有味 八豆子漁港 它其實是第一類漁港 它其實有豐富的一些漁業資源 那像我們去年有拿到 農村再生 那農村再生裡面 其實它就是三生嘛 就是生態 生產 生活 那我們讓大家來進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這三項 從生產我們帶大家去看 小卷的怎麼捕撈 所謂的放獸魚法 然後甚至呢 我們有可以上 理事長的移製釣的漁船 可以讓他去體驗一下 在船上呢 怎麼樣操作移製釣 那這個是所謂的生產 那在生活方面呢 我們在走所謂的漁村 漁村的一些慢活的生活 慢慢的走 然後去看所謂的 渡天宮媽祖的媽祖廟啊 然後各式的一些漁牢的生活 八斗子社區是基隆市 112年核定的漁村再生社區 也是基隆第一個漁村的再生社區 這幾年來 社區已走進傳統漁村生活 為社區的發展主軸 運用社區傳統記憶作為媒介 積極的發展各式的體驗活動 他們必須要先把它傳燙之後 送到集市去 就是像卡瑪丁 或者是那種販賣的地方 集貨的地方 所以他們一定要先煮起來 所以煮起來之後 它燙好之後 它就把它放在架子上 把它吹乾 吹乾之後 然後再一起送到這個卡瑪丁去買 因為以往就是 以前漁村有很多家庭的婦女 都會得一種手藝 只是現在的漁網 都是用機器在織的 所以已經漸漸在沒落 所以我們現在推廣 推廣就是漁網的編織 第一可以讓這些長者 他們腦筋活化 比較不會失智 然後又可以把這個傳統漁村的文化 把它發揚光大 前有一首歌叫 就是漁網的編織 它這個都有固定的手法 有大的網目 小的網目 所以編起來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市府除了重視之外 希望可以更多補助 住在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社區的營造 對一個地方活化是很重要的 八斗子剛剛我們看到很多老房子 是珊瑚的 怎麼樣讓這個地方成為一個觀光景點 還有同時讓居住在這個地方 他們覺得自己是驕傲的 這也是我們在努力的目標 政府透過了鎖管劑 整合了串聯金融沿海 特色漁村文化陸進遊城 安排了八斗子漁業文化巡禮 希望藉由梅河不一樣的資源 給金融的傳統農漁村社區 帶來更多的產職和商機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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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用餐 來 用餐